我們現在去超市產購 然後今天想要用一個不同的方式 推薦給大家一些我在法國超市 很喜歡很常買跟一些很推薦的東西 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一起逛超市吧 GO 我現在推薦的第二種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很常很常吃的東西 就是我很喜歡吃的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會蠻喜歡的 它裡面是肉 肉的抹醬 然後你要認明上面有一棵樹 然後它有不同的尺寸 像這個就是中的 然後這個是小的 然後下面有像這種那麼大一罐的 然後它可以抹在法國吐司上面 如果你是來旅行的話 我覺得你不妨可以買來吃吃看 買小罐的搭起來一起share 這個很好吃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都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肉的話 如果你是旅行的話 然後或是你是留學生 你來超市有看到這種三角形的那個 可麗餅的話是可以買的 因為它其實很好吃 可是要小心裡面包的東西 有點不太一樣 像這裡面它包的就是 羊的起司 我非常的不愛 可是像這種的話就好吃 裡面有包蛋啊 跟水煮蛋 跟火腿 然後我有吃過這種白色跟黑色的香腸 通常畫骨的他們都是配那個 蘋果泥一起吃 我覺得它 我還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一種 腥味 如果你單吃的話 我覺得有點可怕 然後他們本來就是熟的東西 所以不管你是 你買回去 你要水煮 還是你要用煎的 都可以 因為他們就已經是熟食了 所以不要害怕你煎不熟 然後這個裡面真的吃起來 口感會很像不熟 可是它真的是熟的 我也蠻愛買他們的蝦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蝦還蠻新鮮的 這已經剝好殼的 很推薦大家買這種 一大盒子 要2.5歐或是3歐 然後裡面有什麼 葡萄麵包啊 然後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 小 這是小的 那有時候會有比較大的 這個就很便宜 如果你們想要買來當早餐的話 這個推薦 這些是兔子肉 如果你來法國你想嘗試兔子肉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的在超市裡面找到 而且他們都這個是有頭的 很可怕 來法國最推薦的飲料 就是這個 然後這邊有大罐的 然後要認明是藍色蓋子喔 白色蓋子是ZERO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喝 這個真的超好喝 超好喝 這比可口可樂還好喝 如果你喜歡芬達的話 這個比芬達還好喝 好現在進入正題了 我要介紹一些零食給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自己推薦的 像是這個 這個是法國人 臭宅非常推薦 真心推薦的小 Mini Pizza 它就是一個小披薩的概念 然後它非常愛吃 可是因為它很小一個 相對來說它的價格就稍微高 可是也沒有到很高啦 可是以CP值來講的話 因為它裡面容量不是很多 所以它非常推薦這個給大家喔 然後這個我以前有買過 非常的不推薦 非常不推薦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是 你看它這邊有個 它是羊的起司 如果你是喜歡羊起司的人 那你可以買這個 有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就裝進袋子裡面 結果我發現 它是羊起司的羊 的這種 呃 這什麼 這算什麼棒 反正就是 我覺得吃起來很可怕 非常不推 YO 然後法國人很喜歡這種東西 我個人是不愛 它是花生口味的這種羊芋片 所以它有點甜鹹甜鹹的 就是 就是花生醬 然後的 可是他們不喜歡是花生醬 可是他們喜歡這種 這種 這種叫什麼棒 反正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養花生口味的 不愛 我不愛 You want introduce for everyone 好 宅男真心推薦 聰明豆 這個聰明豆 反正它就是巧克力 他非常推薦 雀草的 他說法國人 他說這個在法國很有名 然後我推薦的法國巧克力 是這個 這個如果你有來法國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它很好吃 我覺得啦 然後它就是那種 如果你是喜歡巧克力的人的話 你真的會一口接著一口 停不下來 羊媽媽的最愛 蘋果泥們 如果你是喜歡吃巧克力的人 我推薦你這個牌子 巧克力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然後它的巧克力 幾乎都是夾心口味 像這個就是牛奶 然後有時候有些會有一些什麼果仁啊 還什麼的 接下來是軟糖 法國人非常愛吃這個軟糖 就是紅紅的 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紅紅就一顆 我非常的不推薦 如果你一樣跟我不喜歡軟糖的話 它整顆就是糖啊 我完全不喜歡吃它耶 我不懂為什麼法國人愛吃這個 而且這個很有名 我就不知道 它明明就是德國的牌子 然後這個是你來歐洲一定會看到的 甘草糖 非常的可怕 如果你想試試看的話 我去荷蘭的時候有吃 非常的可怕 我吃了一顆之後 我就把其他都丟掉了 喜歡長鮮的人可以吃一下甘草糖 我很愛這種有灑糖粉的 才難推薦法國有名的糖果 是這個 這個我有吃過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 如果你是喜歡水果糖的人的話 它還蠻好吃的 跟大家說我的最愛 我的最愛就是這個 如果你是喜歡吃喜餅的話 我覺得這個系列你都可以買 這個系列在家樂福裡面都還蠻多 不管你是去大間還是小間的家樂福 就這一款 我其他款我還好 可是這一款我真的超愛吃 我一個人可以幹掉一盒 在很快的時間內 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很好吃 這個真的讓我嚇到耶 就是它看起來很普通 它就是中間有夾一個 牛奶層的巧克力餅乾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 它真的很好吃耶 我不知道是我太浮快還是怎樣 可是我吃下去的時候 我真的驚為天人 然後停不下來 這個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就是這個牌子的 就是你不要放過它 真的很好吃 這個也很好吃 如果你是假心巧克力餅乾狂的話 這個也很好吃 如果你是出門旅遊的話 你們早餐可以買這個 因為我覺得法國的麵包都很難吃 吐司都很難吃啊 它幫你們已經烤好 烤成脆脆的餅乾 它長這樣 然後也有那種小吐司型的 然後都很脆 你可以把它買來 然後抹上果醬 然後就當早餐吃 我還蠻愛的 因為我很愛這種很脆的東西 臭仔推薦 他最喜歡的麥片早餐 是這個 然後是這個牌子的 我的話我沒有特別喜歡什麼牌子 我覺得都很好吃 我最愛的茶包是這款 紅茶 它是一般紅茶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味道我比較喜歡 這個是優酪乳 就喝起來跟優酪乳一樣 如果你喜歡喝優酪乳的話可以買 這是我的 這是阿宅的 剛剛 你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你看剛剛介紹過了 他都有買 像這個花生口味的這種玉米棒 然後巧克力 然後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餅乾 還有這個小披薩 他有買 然後還有他最喜歡的胖子 我不喜歡這種果醬類的餅乾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介紹 你有沒有覺得不公平 你看我就走這一個 然後還有這個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希望這次有介紹到 你們有感興趣的東西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就請幫我按個讚 啊如果你還有其他推薦零食 想要推薦我吃的話 那你也請留言告訴我 我會去買來吃吃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你還想追蹤我更多 即時動態的話 請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跟加入Facebook粉絲團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可以見到 很快 點燒